到了这个地步了 她在逼婚嘛 你会嫁她吗 我现在真想要考考虑一下 因为她实在做很多事情 都太让我伤心 太失望了 比如 比如在一次同学聚会里面 大家都带上男朋友嘛 有一个闺蜜生日 然后 我的闺蜜就在群里面 发起一个群收款 然后大家的男朋友 都很快把那个钱给交了 就她迟迟不交 那我不也没钱嘛 钱都在你那里 我没有说不交啊 但是就几百块钱而已啊 工资都没发拿来的钱啊 你是真的没有吗 还是说你连几百块钱 你都不舍得 不是不舍得 是真的没钱 然后最后还是我来帮她交了 我觉得真的很尴尬 男生我问你一句啊 如果现在你们分手的话 你接受吗 不接受 因为毕竟她之前承诺过我的 我只要来深圳回到她身边 她就一定会跟我结婚 那也就是说 她要不娶你的话 你还放不过她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们的感情好吗 我最后问一句 感情肯定是有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她 跟妈妈闹翻 回到深圳 现在还跟妈妈闹翻呢 现在还闹翻了 我也想结婚 但是我想结婚的对象 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子的 我要嫁的人不是你这样的人 是吧 对 虽然我妈是有意想要撮合我 跟我领导 但是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你领导有女朋友吗 她没有 就她故意还不必闲 本身我们就因为她 我那时候才会从深圳回老家发展的 明白了 她就老闹跟人家对比 就始终觉得能力不如人家 人家确实是比我强 别那么自卑 所以你今天来 就是想听听老师们给你分析分析 到底怎么回事 是吧 对 有些话可能女生也不方便说 帮着点破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门圈 从开场到现在 你说了好多遍 你为了结婚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别介意啊兄弟 你为了结婚 那你有没有问过 对面的这个女孩 人家凭什么跟你结婚 是最开始女孩主动追的你 你很帅 那除了很帅的外形 身材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值 或者是魅力值 能够让面前的这个深圳的女孩 死心塌地的 马上兑现她之前的承诺 跟你结婚 就其实我也是有上进心的 我可能能力 赚钱的能力没他那么强 但是我可以超时家务啊 甚至可以 兄弟 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当然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内部的分工 是男主外 还是女主外 就是家事 我们外人不便干预 我就说我的经历好了 我以前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 最多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是同时做着三份工作 早上在电台 直播节目 中午去光线录节目 晚上又去给一个小的公司去做配音 我经常在地铁里睡 睡就睡过站了 因为太累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一线城市就是这点好 你只要想做 你只要想赚钱 机会满地都是 如果你想达到女孩说的月薪过万这样的一个标准 真心实意的想达到的话 我不相信在深圳没有这样赚钱的机会 除非做两三份工 那你有努力过吗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过吗 有想过但是没有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其实也真的蛮累的 因为一份工下来其实都挺辛苦的 就下了班就想着休息 没想着再努力去找到 那你想要拥有这个爱情吗 你想过好日子吗 想啊 那你就要努力啊 你觉得这是你的问题还是女孩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男人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担当 他的尊严 他的责任心和自强 对不对 对 婚姻当中 男女之间两个人最大的隐患 是两个人的成长 不同步 一个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一旦停止了自我成长的脚步 你的人生将再没有希望了 从你们两个出场到现在 我没听到你们之间的任何感情上的火花 你浓我浓 哪怕曾经也都没有 你口口声声说让女孩兑现她的承诺 嫁给你 跟你结婚 但是你并没有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告诉女孩 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 人家凭什么要跟你结婚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 兄弟 我觉得你不能怪这个女孩 也不能怪她的妈妈 你现在有能力 年富力强 好手好脚 在深圳这样的一个遍地机会的城市里面 你绝对可以打拼一番事业 干出一番你自己的这个事情 永远告别月薪在四五千这样的一个阶段 轻而易举 只要你全力以赴地去努力 好不好 好 加油啊兄弟 加油 好 谢谢宇东 好 好 谢谢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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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